显然对方也是一个足够强大的妖兽 并且他的血脉强度 似乎比起小灰更加成熟而强悍 哼 你这一人一猫如此大胆就闯入我的地盘 今天就让你们明白死字怎么写 等一等 徐扬突然再次举起自己的手指 不过和之前不同 这一次释放自己强大无比的修炼底蕴 反而是在一种交涉的姿态 和对方展开了友好的交流 你不觉得你应该先抱一下家门 说一说自己到底是什么来历吗 我们二人即便是你的对手 也起码也算个客人 你应该有最基本的代课之道 小灰听到自家主人这么说 连连站在徐扬的肩头 点着头 看出来 他似乎对眼前的绝美女猫 产生了相当大的兴趣 告诉你们又如何 我是这血月的灵主 永恒的灵主 许阳笑了起来 不要摆出那样高姿态了 我的判断没错的话 你应该是被某种强大的力量 或者是意志法则囚禁在了这血月当中 沦为了被对方利用的傀儡和棋子 虽然这话尖锐 但是也的确道出了实情 这母猫无奈之下叹了口气 果然还是瞒不了你 的确如你所言 我被至高神的意志 永远封印在这个地方了 原本我是妖族当中的帝王血脉 我的天赋 你应该已经看清楚了 就是能够肆无忌惮地 吞噬妖族众生的血脉 并融为一体 不存在任何的反噬和排异效果 换句话说 只要有我在 妖兽一族的血脉传承 永远都不会断绝 听到这样的声音 小灰彻底傻眼了 天哪 他真的是另外一道 帝王血脉的拥有者 主人 你真的是神机妙算 小灰我算是对你佩服的 五体投地了 小灰过分地吹捧 似乎反而引起了眼前这个 同为帝王血脉的母猫的嫌弃 对方一脸鄙夷的哼了一声 白了小灰一眼 身为同样帝王血脉的猫族成员 居然会对一个人族 这般卑躬屈膝摇尾起怜 你真拿他当成你的主人是吗 我们身为妖兽一族的帝王血脉 永远也不会对人族低头的 小灰无奈地摇头 你不明白 徐阳是我的主人 和其他那些人族不同 他并不属于我们这个年代 他的存在就是真正意义上的神 没有人也没有办法取代他的地位 不管你怎么说 徐阳永远都是我主人 徐阳宠溺的摸了摸小灰的头 放心吧小家伙 只要你看上了这只母猫 不管我用怎样的手段 都会把他抓过来跟你当老婆的 果不其然 小灰这一波跪舔 的确还是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黑黑笑了起来 不断用舌头舔着徐阳的面颊 弄得这徐阳老大 也是一脸无奈 出现这样的表情 还是相当难得的 不得不承认 在强大的大佬内心心中 也有属于自己的一块柔软的部位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 这小灰是一只公猫 如果双方这两只猫的性别调换一下 徐阳恐怕会毫不犹豫地 抹杀眼前这另外一只帝王血脉 让自己怀中的小母猫 成为世间独一无二的妖狩之王 可眼下的情况似乎有些复杂 他这个主人 不光要庇护小灰的安慰 还要想着给他讨一个 与他相匹配的老婆 至于眼前的这只母猫 看起来总归有些凶神恶煞 没那么好征服 果不其然 这母猫一脸傲娇 抱着双臂冷笑 直接将自己的绝世容颜 撇向一侧 你们还是赶快回去吧 看在你我同族的份上 我就不为难你和你的主人了 赶快离开血月 否则别怪我不客气 对方这样的态度 似乎并没有影响到徐阳 此番来到这个地方真正的目的 不瞒你说 我来这里就是给小灰他老婆的 因为我一早就发现血月当中 存在着相当大的秘密 直到你的出现 我所有的判断都得到了正确的验证 如果我猜的没错 至高神的意志 就是囚禁你的罪魁祸首 他将你绑定在这个地方 用你来牵制和操控妖兽一族众生 并且每隔千年 就汲取大量妖兽的血脉 为自己所用 我说的对吧 果然 这母猫对徐阳惊世骇俗的判断力 彻底沉浮了 一时间 也被他说得哑口无言 只能默默地点了点头 可是这又有什么办法呢 至高神的意志 乃是如今昆仑神道最强大的力量 只要他一句话 昆仑神道内孕育出来的所有生命 都会在顷刻之间灰飞烟灭 没有任何力量能与之抗衡 即便必须要承认 你这个人族实力实在强大 但是 在至高神那几乎主宰一切的力量面前 任何反抗者都会变得脆弱不堪 徐阳哼笑了一声 哼 现在说这话 对我的实力做出判断 未免为时尚早 如果你真的相信我们的话 立刻带我前往封印本体的位置 我来观察一下 想想办法看看有没有其他的途径 能够帮助你脱离被封印的状态 原本这母猫本能是打算拒绝的 因为它很清楚囚禁自己肉身的地方 拥有至高神意志所在 少有不慎 一旦惊动了至高神的意志 后果不堪设想 很可能会给妖兽众生 带来提前降临的一场灾难 甚至连它自己的本体 都可能遭遇到惩戒力量的制裁 当然 不知为何 当它对视上徐阳那一双 仿佛能够洞穿一线的目光的时候 母猫终于还是本能地 选择了相信徐阳 默默地转过身 为这一人一猫带路 很快 一人两猫的阵容 便出现在了那满是血色光芒 最为浓郁的城堡的尽头 徐阳很快便看到那尽头之上 有成百上千道法则的链条 绑定在一起的母猫的本体外围 那一层有形无实的虚空气息 便是至高神 也是意志的封印所在 也就是说 只要外部力量足够强大 打在其上面 至高神的意志就会立刻觉醒 并且对这里的一切事也有所把握 徐阳轻轻点了点头 摸了摸自己的下巴 陷入了思考的状态 怎么样 我早就说过你们一人一猫 两个外来者 根本就不应该来到这儿 没有任何人能改变我的命运 徐阳笑了起来 那你就错了 你以为我束手无策 毫无办法吗 我是在思考 到底该用怎样的方式 能够帮助你脱离被封印的厄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